对不起老师 你也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 李念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唐薇 话有些难以启齿 我先把上个月的辅导费凑齐给您 唐薇没说话 眼神在李念脸上徘徊 李念心里很忐忑 害怕他会驳回这件事 因为儿子很喜欢听他讲课 也是因为唐薇 儿子的学习一直都很不错 所以李念的私心 是想让唐薇继续交下去 既然没有钱交学费 就换别的来交学费吧 李念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唐薇拽着手腕抱在了怀里 李念的手被他高举到头顶 后背压在了茶几上 李念觉得羞愤 拼命地挣扎 把茶几上的东西全都甩到了地下 你放开我 学费我会给你的 你不要 唐薇已经抬手摸了上来 神色舒服 这一次免除你一周的学费 他肥胖圆润地脸压了下来 带着口臭的嘴舔事在李念的身上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文哲 今天分享的是一则被补习老师前规则的故事 李念不敢相信 原本让他最敬畏的老师 竟然会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 甚至是连家长都不放过 李念根本无法反抗 唐薇肥胖的身子压在李念身上 他只能被迫接受这一切 你放过我吧 求你了 李念哭得气不成声 头摆动着躲避着李念的嘴 唐薇被李念弄得不耐烦 直接扯开了李念的衣服 他语气暴怒 说的话不堪入耳 我是看你可怜才给了你这个机会 别给脸不要脸 李念浑身空无一物 慌忙地想起身遮挡 李念疼得喊出声来 求唐薇放过自己 求求你了 出去出去 唐薇根本没把李念的话放在眼里 甚至更加地放肆 他神色兴奋地说着 你真紧 看来我没有猜错 我让你爽了 也给你免除学费 唐薇说着 把李念抱起来翻了个身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多诚实 别装清高了 李念紧紧咬着下唇 心里满是愤恨 浑身除了疼痛 什么也感受不到了 啊 李念浑身一抖 身后是唐薇放肆大笑的声音 李念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 看着时间快要到儿子回来的时候了 拖动着身体对着他反抗 李念哑着声音求唐薇 你快放开我 我要报警 体内被冲进一股暖流 李念一时间脑子一片空白 甚至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李念慢慢才察觉出唐薇做了什么 可他没有任何力气再做出反抗 唐薇满意地站起来 那身西服只是有了一些褶皱 而李念不堪地躺在桌上 像是一只被服用完的羔羊 以后的辅导费就这样交 你和我都高兴了 唐薇看了眼时间扔下这一句话 提起了包满意地离开了 李念浑身酸痛 但还是撑着散架的身子坐起来 把客厅在儿子回来之前收拾回原样 又重新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去买了要吃 做好了饭等儿子回来 这件事不能被儿子知道 李念今年32岁 是一名全职母亲 儿子五岁的时候 丈夫突然创业成功 他们一家子就拖着行李来到了城市里 因为自己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所以李念尽可能满足儿子的要求 唐薇是整个教育专业有名的私教老师 儿子没什么兴趣爱好 听了唐薇的几节公开课就求着李念 让唐薇来教他 李念花了大价钱把唐薇请来 只不过好景不长 丈夫破产了 李念没办法支撑高昂的辅导费 李念选择在辅导结束的时候 把儿子赶出去 不想让他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可李念却没想到 平时衣冠楚楚的唐薇 面具底下竟然是恶魔的嘴脸 妈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碰到唐老师了 儿子脸上带着笑说着 他很喜欢唐薇 李念的心瞬间被提了起来 担心唐薇会在儿子面前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 李念的声音有些颤抖 是吗 唐老师都跟你说了什么 唐老师说我最近进步得很快 让我努力 妈妈为了我做了很多事 儿子说 李念的心并没有落下来 也听出了唐薇话里的意思 僵硬地扯着脸上的笑 招呼儿子吃饭 等到儿子睡着 李念疲惫地躺在沙发上 可是他还不能睡 李念强称着睡意 洗出碗来给快要回家的丈夫做饭 煮了醒酒汤放在桌上晾着 丈夫叫赵培强 比李念大五岁 李念和他在村里被没人说亲 自然而然地就结婚了 结婚不久 李念就怀孕了 赵培强也是很努力地赚钱 想要让李念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李念也全心全意地照顾两人 没过多久 真让赵培强找出个路子来 村里人都说 他们一家人飞上之头 变成凤凰了 好日子要来了 半年前 赵培强破产 他们一家又回到了从前 赵培强满身酒气地从外面回来 神志不清地软倒在沙发上 屋里瞬间被酒臭气充斥着 因为破产 赵培强几乎是每天晚上都出门应酬 每天都带着酒气回来 好在这个时候儿子已经睡觉了 两人也不会相撞 李念把赵培强扶起来 让他坐在餐桌上先喝点粥护味 趁着赵培强吃饭的时间 李念在斟酌要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 可李念又不想让他压力太大 公司的事情对他来说打击已经很大了 可是李念不想让赵培强再继续执意下去 这么喝酒 身子迟早有一天喝坏了 如果他身子垮了 他们家该怎么办呢 而且他们家已经没有钱再投进公司黑洞里了 我们换个安稳的工作吧 你再这样喝下去 身子会不行的 李念说着 偷偷观察着赵培强 钱我们慢慢赚 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 这些年你也看到了 儿子慢慢长大了 需要更多的是陪伴 而不是钱 李念苦口婆心 赵培强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 似乎是被李念刺激到了 语气愤怒 你是在怀疑我的能力 是我把你带到城里来的 当初我能成功 现在肯定也可以 没有钱 你还能活在城里吗 早饿死了 可现在时代不同了 当初只有赵培强一个人吃鱼 现在是很多人争抢一条鱼 我知道 我相信你能成功 但这个风险太大了 你每天这么喝酒会把身子喝坏的 现在我每天能打电灵工 你去找个长期工 我们肯定能回到从前 李念轻声地分析现在的局面 哼 哼 哼 李念被吓了一大跳 赵培强握着杯子重重地敲击在桌子上 语气愤怒 你就是不相信我 没钱我也没有饿死你们 你现在就是嫌弃我穷 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们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当初是我带你们出来的 他抬手指着李念 是我把你带出来的 李念不愿意再和他说下去 每次的商讨总会走向这个结果 我不想再和你说了 赵培强 现在家里连一点钱都拿不出来 你就不要逞能请客了 啪 赵培强拿起杯子直接摔到李念的脚边 你凭什么说我 李念被吓了一跳 猛地退后了一大步 觉得赵培强还没有醒酒 李念刚要说什么 赵培强两步走过来狠狠地甩了一巴掌给李念 没点用的废物 就是看我没钱 李念被打猛了 愣在了原地 脸上又热又痛 李念没想到 自己结婚十几年的丈夫会动手打自己 赵培强说话的酒气熏在李念脸上 他脸上的肉抖动着 眼底隐隐有兴奋的情绪 李念被他吓得后退 颤抖着声音大喊 想要把他叫清醒 你清醒一点 赵培强把李念摁在地上 神色癫狂 就要落下另一巴掌 你放开妈妈 儿子突然冲出来 推开赵培强抱住了李念 李念害怕赵培强会伤害到儿子 想让他赶紧回去 没想到这一举动却惹怒了赵培强 儿子硬生生替李念挨了一脚 李念护着儿子 心里害怕又惶恐 对赵培强又无法反抗 不知道过了多久 赵培强终于满意自己回屋睡下了 李念抱着儿子检查他身上的伤 让他回去休息 自己把客厅收拾好 心里有些茫然 赵培强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赵培强为什么会对自己动手 难道只是究竟刺激 李念也从网络上看到过可怕的家暴男人 但没想到赵培强也是 家暴有一次就有无数次 这样想着 李念坚定了地选择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李念要和赵培强离婚 他觉得自己带着儿子也可以过得很好 而且现在还可以免去一周的辅导费 可以让儿子吃得好一点 李念猛地反应过来自己在想什么 赶紧把这种想法甩出脑子里 李念每天打零工赚钱 留下一点吃饭的钱就立马给唐薇转过去 离婚这件事因为赵培强不回家而搁置 不过辅导费 唐薇不仅不收 甚至对李念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自己做给我看 唐薇毫无预兆地打电话命令着李念 是一周的辅导费 李念愤怒地浑身发抖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反驳 钱我会慢慢给你的 唐薇的信息还在发 这是很值得买卖 你现在应该再打工吧 找个厕所让我看 你给我的这些钱只是半节课的费用 唐薇说的确实没错 李念因为农村学历 根本无法做薪资高的工作 李念不知道该怎么办 唐薇的这几句话 竟然让李念的心给动摇了 一周的辅导费 可以让儿子一星期都吃得很好 在这里不行李念很下心来 颤抖着声音 屈辱感从上而下地烧了下来 好在周围并没有人看着 唐薇的声音带着隐隐的兴奋 答应得很快 好 李念逼迫着自己不想之后的事情 李念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回到家后 李念逼迫自己不想这件事情 可是家务做完了 饭也烧好了 李念把屋门反锁 摆放好自己的手机 李念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一步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不过李念心里还是很羞耻 仅仅三分钟的视频 就让李念羞耻难耐 唐薇再也没有回过信息来 李念赶紧把相关的信息 和聊天记录删除 李念不让自己回想这件事情 等到唐薇来教儿子的时候 李念没有待在家里半读 害怕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就要过了上课结束的时间 李念松了一口气 可儿子突然发来信息 妈妈 唐老师说有事要找你 是关于学费的事 又紧接着发来一条语音 是唐薇 我接下来还有课 你直接来我家找我吧 我们来聊一下关于学费的事情 他把学费两个字拉长 就像是在暗喻着什么 也在暗暗地威胁李念 李念已经猜到了 他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最近赵培强的事业又重新起步 但李念心里充满了恐惧 离婚之后李念可以和赵培强要抚养费 那时候李念就能把所有的辅导费给唐薇 不再和他来往 李念这么想着 已经进了屋门 唐薇让李念在门口就脱掉衣服 赤裸着身子走进来 而唐薇拿着一根长长的鞭子 甩到李念的脚下 李念想离开 可身后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无论李念如何用力 李念心里满是恐慌 声音颤抖 不,你不能这样 啊 他还想再甩下来一下 李念赶紧让他停手 颤抖着手把衣服脱了下来 唐薇拿着鞭子威胁李念 如果李念不按照他的命令 下一面这个鞭子肯定会甩到李念的身上 李念屈辱地走过去 浑身颤抖着 冷意从脚底爬上来 李念来到唐薇身前 从疼痛已经转为了麻木 唐薇压着李念蹲下身 又拽起李念的头发 让他抬起头来 真听话 鞭子被绑到李念手腕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唐薇恶臭的嘴在李念身上徘徊 叮咚叮咚 门口有人来 李念猛地清醒过来 不敢发出声音 只能用力地把唐薇推开 唐薇满脸气愤地站起身来 检查了自己的衣着就要去开门 慌乱间 李念抓起衣服躲进了一间房间里 套在门上传着粗气 外面不知道进来了多少人 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确认好不会来这个房间 他才放下心来 李念穿好了衣服 才看到整间房子的全貌 房间是封闭的小屋 四面都是墙 正对着门的那一面 挂着满墙的玩具 另一面墙上挂着很多照片 上面还写着时间 李念在墙上找到了自己的照片 唐薇是个变态 李念忍着惶恐 继续看下去 桌子上摆着文件荡烂 从前到现在 就像是履历一样 哼 身后的屋门突然被打开 唐薇背着光 李念看不清他的表情 他语气阴森 看来你全都知道了 李念浑身的汗毛瞬间立起来 头皮发麻 声音颤抖着的开口 这是犯法的 我可以报警 却没想到唐薇丝毫不畏惧 你觉得他们报警了吗 我为什么还能在这里 李念浑身颤抖着 第一反应是要跑 站在太阳底下 身上的冷意被驱散 刚才跑的时候 唐薇并没有拦下李念 李念懊恼刚才怎么没有 把证据保存下来 这样就可以举报他了 回到家的时候 赵培强早就回来了 大概是事业回笼 他身上的衣服都换了一个档次 光鲜亮丽的 可这也盖不住他恶魔般的嘴脸 赵培强突然笑着说 要带李念出去吃饭 我们好歹也做了很多年的夫妻 最后这顿饭你不会不赏脸吧 李念总觉得赵培强有一些不对劲 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总不会在饭店里对自己大打出手 这样想着 李念就跟着赵培强离开 李念在路上和赵培强要了一部分抚养费 把赵培强给的钱全都转给了唐薇 所有的辅导费用结清 从此就不再接触 做完这一切李念浑身轻松 终于能和唐薇做个了断了 唐薇没有回李念 也没有收钱 李念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 希望他不要再纠缠自己 李念又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他想再和赵培强离婚后 就自己抚养儿子长大 幸福又快乐 赵培强把李念带进一个包间 屋里还坐着一个肥胖的男人 他满脸麻子 身上的西服被他穿出很廉价的样子 李念有些怀疑地看向赵培强 心中有些胆怯 什么意思 不是散伙饭吗 赵培强给了李念一个放宽心的眼神 拉着他坐了过去 刚好时间撞上了 就一起吃吧 李念本以为自己只是过来走个过场 可赵培强总是把话题绕到他身上 李念想起了他在路上的嘱咐 这个人难搞得很 但是个酒混子 多和他喝两杯就成功了 一杯接一杯的酒被李念喝下 李念视线有点模糊 李念的酒量不好 赵培强是知道的 现在赵培强却还是继续让他喝 今天大家都高兴 别扫人兴致行不行 李念无奈 只好先到包间的卫生间收拾自己 却见那个男人也跟着进来了 厕所的空间瞬间变得拥挤 李念有些害怕地退到角落里 神志已经有些不清醒 你走错了 男人却直接上前抱住了李念 油腻的嘴在李念脸上滑动 你还不知道吧 赵培强拿你和我换合同 李念身子倒在地板上 头磕在了墙面上 脑子昏沉 因为喝醉了的缘故 李念根本没力气推开他 扯着嗓子对外面大喊 救命啊 有人吗 嘴突然被男人捂上 他眼神愤怒地看着李念 你男人把你给我了 你还不知道吗 你就老实一点吧 李念的酒被这些话吓走了一半 为什么 赵培强为什么这么做 李念不可置信 心中满腔怒火挣扎着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赵培强怎么能这样做 男人扯开李念的衣服压在李念身上 不管不顾的就要冲进来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才起身 赵培强把自己的外套裹在了李念身上 李念狠狠地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 赵培强 你这是犯法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养了你这么久 把你从村里带出来 我需要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帮我 赵培强说的话震碎李念的三观 丝毫没一点忏悔之情 李念满脸的不可置信 帮他拿自己的身体帮他拉克 李念自己撑着起来了身子 有气无力地说出最后一句话 我们明天就去离婚 这一次李念说得坚定 李念永远不会原谅赵培强 李念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赵培强把李念送回家就离开了 他疲惫地收拾好自己趴在床上 丝毫没有睡意 赵培强为什么会这样对自己 他们从结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现在却能对他做到如此决绝 李念已经认不出他来了 慢慢的李念昏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李念是被儿子叫醒的 儿子满脸焦急地把手机放在他眼前 妈 这是不是你 儿子举着手机 手机上的照片显然是从监控中截下来的 而屋子的背景是唐薇家的大门 李念的脸被糊住 但照片很清楚地拍到李念凌乱的衣服 是李念从唐薇家跑出来的时候 李念猛地把手机夺下来 声音颤抖 这张照片你是从哪来的 妈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儿子一脸愤怒 李念脑中一片空白 难道儿子知道了 唐薇告诉他的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你了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儿子说 李念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 有些不可置信 什么 儿子把手机扔给他 你自己看吧 李念赶紧接了下来 这张照片是真的让所有人都知道了 唐薇把这张照片发到了社交平台上 并配文 某些家长请自重 端正好自己的态度 我是正经教学的老师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李念浑身发抖 两行的文字李念看了很久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是他 儿子直接把手机从他手中夺了回去 脸上的表情让他陌生 妈 就算我们家再困难 你也不能这样 我 事情不是这样的 李念解释 可是他的解释是多么的无力 像是被人死死地掐住命学 儿子根本不相信李念 李念赶紧拿出自己手机给唐薇发信息 突然一通陌生电话打来 李念慌乱地摁到了接听 却被对面的辱骂声给吓到 你怎么敢的 唐薇老师多 李念赶紧挂断 可后面接二连三的电话和辱骂信息 无一不是在告诉李念 有人把他的信息给泄露了 李念扣了电话卡 找到了唐薇的联系方式 质问他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在网上发我的照片 唐薇语气不解 我在陈述事实啊 李念双手颤抖着 声音怒不可遏 事实 是你强迫的我 是你逼迫的我这样做 你有证据吗 唐薇语气轻飘飘的 还带着一些戏谑 你这样污蔑我 是犯法的 唐薇继续说 而且你觉得 你说了 他们会信吗 不会 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 唐薇自问自答 唐薇 你到底想要什么 李念对着他怒吼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删了 我要你承认 承认你就是在勾引我 唐薇说着 不 李念不敢相信 承认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行 唐薇 你难道一点也不愧疚吗 李念说着 唐薇轻笑 你想让你的视频被所有人欣赏吗 视频 李念突然想到了 唐薇要求自己给他发的视频 原来他不回复的目的在这里 是啊 我拿不出证据来指控是你让我发的 李念觉得自己被耍得团团转 我答应你 他只有这一个办法 李念想要跟儿子解释 可是儿子锁住了门 不出来见他 你不配做我的妈妈 儿子的话更像是一根刺一样扎进了他的心里 酸涩又痛苦 原来这亲人之人说的话 才是最伤人的 你出来好不好 听妈妈给你解释 李念拍着屋门 你滚 怪不得爸爸会带其他女人回来 原来他已经看出你的真面目了 儿子的话又给了他当头一棒 什么 你爸 出轨了 李念扶着墙才刚刚站稳 是在什么时候 李念感觉自己像是被全世界背叛了 赵培墙究竟是什么时候 李念不敢相信 所有人都不喜欢你 连我都讨厌你 李念双腿一软 倒在了地上 儿子的话无疑是压倒李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唐薇催促李念发声明 不然就会把李念的视频发到网上 就在这时 赵培墙给李念打来电话 语气里满是讽刺 你上赶着别人都不要 离婚正好也合了我的心意 孩子刚才发信息说要跟着我 你自作自受吧 好一个自作自受 李念对着手机大骂他是混蛋 不得好死 李念闭上眼 泪无声地落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丈夫出轨 还利用他谋取利益 孩子对他恶语相向 没有人会相信他 他现在除了自己 什么也没有了 18岁之前 他是因为照顾母亲而活着 20岁之后 他是因为家庭和孩子而活着 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 难道他真的要承认自己勾引唐薇吗 赵培墙这么对待我 凭什么我遭人唾弃 他未来却过得很好 手机被震得嗡嗡作响 是陌生号码短信 李念的信息又被人爬出来了 难道真的要把他逼到承认 难道真的要把他逼死他们才肯罢休吗 不 不可能 我死了 唐薇还会逼迫其他人 还会有像我一样的受害者 我死了 赵培墙会拿着肮脏的钱过得很幸福 凭什么我不允许 是他们的错 惩罚为什么是我来承担 李念没有在网上承认自己勾引唐薇 和赵培墙办好了离婚证 他神色轻蔑地看着李念 还把自己端得这么清高 自己上赶着都被人赶了出来 儿子也是一脸亲密 李念心里苦涩又愤恨 赵培墙 我不会放过你的 赵培墙不屑地笑了 他现在什么都不屈 怎么可能会把李念放在眼里 而且 李念现在深陷舆论的泥潭里 根本掀不起什么浪花 看着他这样 李念心里冷笑 用在这种方式赚钱 你心里真的没有一点愧疚吗 赵培墙的公司是建筑公司 李念曾听赵培墙说过名字 按照这个名字找到了那片工地 赵培墙不会在这里监工 这里的秩序也很混乱 李念很容易就混了进来 李念查到了那天赵培墙请的客户 他就是包工头 他曾经被关过一段时间 不知道又是怎么被保释出来的 李念找饭店里买到了监控视频 甚至把赵培墙遣散服务员都留了下来 因为李念的不回应 这件事在网上越发火热 李念又重新放上了电话卡截图做记录 报警备案 警察也猜出来了 李念就是网上那个勾引知名教育家的女人 态度直线下降 她们有什么说错了 对我进行言语攻击 污蔑 我要对她们进行起诉 李念坚定地说 我没有做的事绝对不会承认 该需要的证据 我肯定会给你 警察听着李念的话有些不解 你为什么不回应整个事件 李念笑了笑 他们现在就是疯子 无力的证据根本没办法让他们清醒 只是回应 对唐薇的伤害太少了 李念要让他永远地忏悔自己 这些天里 唐薇一直在联系李念 大概是李念迟迟不回应 让他觉得李念脱离了掌控 李念尝试着去找唐薇照片里的女人 不过崇明的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他们的照片 李念的记忆也很模糊 李念还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 唐薇先按捺不住了自己 他约李念到他家聊聊 李念其实是恐慌的 上一次他在他身上留的疤痕一直在 男女力量的悬殊 李念都能想象到过去的结果 但他还是要去 李念一进门 唐薇就拽着他的手腕 把他压在沙发上 臭婊子 给你录你不走 还想去警察局报案 李念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都被人肉出来了 所以唐薇知道李念的行踪 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 我要让追捧你的那些人 都认清你的真面目 李念说着 被唐薇死死地掐住了脖子 濒临死亡的窒息感消失 李念大口喘着粗气 唐薇坐在李念身上 直接对着他上下起手 你不会不清楚 我叫你来是干什么 你这个样子不就是在勾引我吗 哈 李念直接给唐薇来了一巴掌 罩着他的头打 你 唐薇骂着 站起身拽住了李念的头发 你想死是不是 李念被甩到了地上 头砸在了桌子上 脑子一片空白 李念赶紧爬起来 猛地朝门口跑 边跑边喊 杀人了 要杀人了 李念对着大门外面喊 我就是报警的人 你们赶紧进来 啊 唐薇以为李念在演他 抓着他的头发 把李念扯到了地上 我今天非得弄死你不可 砰砰砰 大门被重重地敲击着 最后被外面的警察强制破开 还有李念请的记者 全都从门外面挤进来 唐薇和李念现在的样子 全都被拍了进去 李念身上很疼淡也是值得的 唐薇被吓愣在原地 等到被压在地上 才回过神来反抗 我举报 唐薇照着职务之变 强迫女性 在那间屋子里有证据 李念说着 对着唐薇露出讽刺一笑 所有的记者对着唐薇狂拍 真相大白 当初去报案的时候 李念就去让警察 帮忙恢复手机里的数据 一些和唐薇的聊天记录 和通话记录都被刷新出来 其实有那些证据理念 就可以摆脱舆论了 但他觉得还是不够 死就应该死得彻底 李念就和警察 联合出了这一招 引蛇出洞 李念将所有的证据 整理好摆好 发到了网上 也对在网上人 肉过他的人起诉 风浪大变 所有的言语攻击 都对向了唐薇 禽兽不如 不配为教育家 所有的受害者 只找到了一部分 很多都是承受不住 网络上的暴力而自杀 李念征求了他们家属 还有受害者本人的同意 一起对唐薇进行起诉 这件事又在网上火了一遍 甚至比刚开始的热度还高 就在这时 李念拿出了赵培强 在酒店里的那一段录像 并且起诉赵培强婚内出轨 因为赵培强身后牵连着的 不仅是他自己 还有整个建筑公司 调查花了一段时间 发现了赵培强 竟然用政府拨给他的钱 去做了非法交易 李念心里冷笑 内心除了讽刺 就再也没有什么波动了 那男人被查出 保释申请是伪造的 还和非法交易有了牵连 背后牵扯的东西 还需要调查 不过这些事情 就足够他吃半辈子劳饭了 儿子重新回来找过李念 可李念总觉得讽刺 他是自己生的 自己养的 却因为一个陌生人 对他恶语相向 自己之后该怎么相信他 李念承诺每个月 给他抚养费 但不会和他有任何来往 做完这一切 李念回了老家 老家因为好风景 被标为了自然旅游圣地 李念回家开了一家民宿和餐厅 只服务女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哲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här